前任驻土耳其代表郑太祥 特别带来一片珍贵的 伊斯兰天房布曼郑宇上人 上面用金和银丝绣上古兰金的经文 文字的意义与慈祭的大爱精神不谋而合 在过去的七年多里面 我见证到慈祭 在那边为叙利亚难民做出的贡献 这份贡献是台湾之光 我很微薄地想表达对慈祭的一个 还有对上人的一点谢意 慈祭在土耳其关怀叙利亚难民 从慈善教育到医疗人文 跨越宗教的大爱 让土耳其驻台湾代表非常感动 我们建设了很多座 那是准备一群基建的教育 很多超越的人 来看这个世间的人事物 爱心才能被启动起来 不分国界和宗教信仰 共同爱的方向为苦难人付出 大海新闻林斯文汪国家花莲报导 禁思阅读书宣进入校园 即将迈入第四年 可是几乎每一处的校园内 其实也都有图书馆 到底禁思书宣的进驻 可以带来什么 有别于图书馆的帮助呢 答案就在这152件